好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日一线春节特别板块传言求真事 昨天我们报道过这么一件事 有位街坊去桂园机取钱没有退卡 结果里面的一万多块被人闪电取走 而这位街坊就说了是被人下了迷药 那么其实这迷药传说是一直都有 说是轻轻拍下你的头或者肩膀就能将你放倒 喷喷香水就能让你不省人事 那么这种神奇的迷药真的存在吗 看完我们的实验你就知道了 一直以来在微博和QQ上流传着这样一个帖子 请大家相互转告 若是有人在路上接近你 向你推销某种产品让你闻一下 一定要注意切勿上当 因为你闻的是一种迷魂药 一闻即晕是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那么传说中的迷药真的存在吗 我们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公共卫生间的隔间里 为什么呢 大伙请往这里看 是不是很眼熟呢 不过随后我们拨打了这些电话 结果全都无法接通 是不是因为过年 买药的人也放假了呢 随后我们从一些新闻中了解到 这些隔间里的迷药大多是骗子用来骗钱的伎俩 请大家切勿上当 那么这种迷药是否真的存在呢 我们来到了医院 这里可有货真价实的迷药 我们现在麻醉的话 常规的话 现在用两口气体 一个就是气腐迷 像我手上拿到的这个气腐迷 那吸了这个气 然后就没有知觉了吗 吸了这个气 它也要有一个过程 依依最近睡不着 她说她特想试试 对 因为见不着你 所以睡不着 这个还是可以 我先小吸一口 看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依依啊 这瓶可是专业级的麻醉药 可以说是无限接近传说中的迷药 你可要小心了 有点想沉睡的感觉 现在差不多仅仅过了一分钟 要是不清醒的感觉吗 对对的 是那种 但是你说如果街头那种骗局 在这种情况下 她是不可能回家 再去把银行密码分钱取给她的 因为此刻就已经小睡了 虽然有点感觉 但想把依依瞬间迷倒 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不过为了验证这神奇药水的威力 我们还是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依依 这回你可要小心咯 导演 您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为了能验证她的深度麻醉的时候 能不能过从她口中掏出一些秘密 我先在这里写四个字 你不知道 只有我跟她只能 如果你能夸得出来 我能夸得这个深度麻醉 过了一分钟 依依就已经是毫无反应 四营 依依的手都被你掐死了 你还想干什么 四营 该拿的你都拿了 现在可以让一醒了吧 不过刚才导演写的那四个字 依依你真能保得住吗 导演给你看的那四个字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 我是记得我戴这个面罩 看来这专业级的麻醉药还是有效果的 不过这样的结果一定是在特定的手术室当中 戴上密封的面罩 持续吸入高浓度的药物一分钟以上 才有可能达到的 而且一定要控制好伎俩 我们的麻醉师说了 如果你走在街上被人喷了两下香水就倒了 这是绝不可能的 而且就算是这种专业级的麻醉药 也不是每次都管用的 不过我们的张医师还是提醒大家 如果将含麻醉成分的药物放进食物中 也能达到麻醉效果 如果不认识的人给你拿饮料过来 或者开了罐的那个饮料 你密封的话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但是开了的那些东西的话 最好不要去尝试 所以别害怕什么迷药 保持清醒的头脑才是防片的关键